全球影坛盛世第95届奥斯卡金像奖 今天举行颁奖典礼 最受华人瞩目的 当然就是以妈的多重宇宙 入围最佳女主角的影星杨子琼 最后不负众望 杨子琼真的抱回了奥斯卡影后的头衔 成为史上第一位赢得奥斯卡女主角的亚洲演员 60岁的杨子琼出生马来西亚 80年代起就已经在香港影坛展露头角 直到参与1997年 007明日帝国 2000年卧虎藏龙的演出后 开始跃上国际舞台 拿下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杨子琼心情非常激动 他在发表得奖感言时说 我今晚要跟所有 跟我看起来一样的 亚裔小男孩小女孩说 这是个充满希望和可能性的灯塔 证明了只要勇敢逐梦 梦想就会成真 他也以这个讲 向自己的母亲与天下所有母亲致敬 他说 妈妈们真是超级英雄 没有他就没有我们 杨子琼84岁的母亲 在马来西亚参加颁奖典礼的直播派对 看到女儿得奖的那一刻 兴奋的正必欢呼 杨子琼在妈的多重宇宙里面 饰演一位移民美国的华裔中年大妈 为了拯救世界 她在不同的平行宇宙中扮演了多种角色 受到影评一致肯定 而这部电影最后也成为今年奥斯卡最大赢家 动计入围11项 最后赢得包括最佳女主角 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等在内的7项大奖 人间福报综合报道